从计程车下来捧着一大箱资料 新厨师长高宏安现身台北地院 首度出庭诈领助理废案 高宏安涉犯贪污罪 刑则最亲七年起跳 一审一旦被判刑就会遭到停职 高宏安在法庭上面对指控全部不认罪 检方起诉书指出他福报四位助理薪资和加班费 多出来的差额只要由他决定用途 共诈领46万多元 高宏安强调没福报助理们实际加班时数 还超过申报时数都有实职提供劳务 并没有使用诈述使立法院陷于错误 但高宏安的三位前助理 包括行政主任黄慧文 办公室主任陈焕宇 和法务主任陈玉凯 上个月25号出庭全都坦诚犯刑 唯独号称台大13妹的王宇文不认罪 高宏安还被指控强迫助理 缴回福报差额65万自行运用 他表示是黄慧文建议设立零用金制度 助理自愿捐出部分薪水没有被强迫 黎用金又云公务支出 有需要的人都能使用 并非他一人私用 高宏安最后感谢四名助理 表示他从科技业转入政坛 不了解立院运作 助理的贡献让他获得问证最高分立委 付出有目共睹 不该被认为贪污罪这么严重 法庭外抗议群众要法官把高宏安关起来 支持群众支持高喊加油 这已经是高宏安一个月来第三次到法院出庭 论文案 诬告案 贪污案 让他官司产生 TVBS新闻无决警局 庄江南SNG小组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